天文台在清晨6時20分改發3號強風訊號,取代8號訊號 至早6時,颱風啟德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31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,時速大約25公里,大致移向雷州半島 天文台表示,隨著啟德遠離本港,香港的風力已經逐漸減弱 公共交通方面,港鐵宣布今早所有列車服務維持正常 而九巴和龍運巴士亦都宣布所有日間巴士路線服務恢復正常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